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是被什么动物吃了 还是被虫子吃了 然后我们想了个办法 像套那个梨子一样的 用袋子把它套起来 然后到时候才会有的吃 把一些红的可以吃都蘸回家 一些白的 还有一些花什么的 我们就用袋子套起来 妈 这个也套进去 那个白的 嗯 不知道这种是什么原因啊 它下面这里呢 就看起来很新鲜 但上面这里它就干干巴巴的 妈妈来来 就一点都不新鲜 就经常种草莓的小伙伴们 你可不可以留言一下告诉我 然后为什么这上面是太阳晒的 还是虫吃的 我们之前也没有种过草莓 所以不知道这个草莓怎么种呢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 这个草莓它长出来这个枝这里会 又会这下面生根啊 又长到土里面去 不知道能不能把这里插断 把这一点呢 又拿去土里面种 会不会能种出另外一棵草莓 我问一下大家 如果可以的话 然后告诉我 还有这个草莓如果到了冬天 它叶子都枯了之后 明年还会不会长出来呢 嗯 我也不知道 但是等明年才知道啊 这一点点就把它先种到这里 过段时间看它会不会长出来 还是会死掉 如果这个办法可以的话 那我们就一棵草莓可以种十棵 然后在过段时间 一棵草莓也可以种一百棵 那不是 想想还有一点小鸡蛋 刚刚把一些熟的草莓全部摘过来 帮我们洗一个尝尝 自己种的草莓 然后开化结果 所以很期待这个味道 好香好甜的 爸 要吃草莓 到时候那里又熟了之后 又更多的草莓吃了 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了 回家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欢子TV